看到锁定目标停进停车阁 大批警力立刻上前包围 驾驶一脸错愕 还是乖乖配合 恐怕也是心里有数 因为车子里面藏有各式各样的毒品 这下被逮到想逃也躲不了 台北市警方掌握线索 这回来到新北市中和埋伏跟街 发现一对情侣党把轿车当作是毒品外送车 横行双北市 这回被警方查获的量更是相当惊人 光是在现场就有各级毒品 像是第一级的海洛因 第二级的安非他命 第三级K他命 还有23包的毒品咖啡包 让买家任意挑选来购买 警方在庭上埋伏逮到这名男子 因为他竟然把自己的轿车 当作毒品行动补给站 而警方也查出 他疑似是用LINE群组 来跟这些买家打赏线 警方调查 48岁调习男子与49岁流行女友 这两年联手贩毒 他们共用手机 在LINE群组上面进行毒品交易 警方清查 这个群组几乎都是 双北市的买家和卖家 至少有五六十人 想加入群组还不容易 夹进去之前 还有管理员审核身份 只是一旦进去了 他们毫不避讳的直接叫货 嫌犯事后坦神贩毒 共生是花了五万两千块钱 买了52.5公克的安非他命 在68万卖掉 从中赚假查 却把自己给赔上了 警方将情绪党送办之后 也将突破毒品LINE的群组 从中追出毒品大盘中盘商 将买家卖家一网打尽 TVBS王金人一节 新闻多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